大家好,欢迎来到功夫健身原创视频 本期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是 由我国选手邱建良对战泰国选手纳帕奇克的比赛 比赛开始后,邱建良一上来就以高扫抱踢 对纳帕奇克发起猛攻 而对手也毫不示弱,以凶猛的扫踢回击邱建良 紧接着邱建良以一记飞膝再次抱踢纳帕奇克 最后继续以重拳中击对手的头部 接下来,纳帕奇克以连续中拳回击邱建良 接下来双方进行个激烈而又凶的对拼 第二回合一开始,邱建良就抓住机会将纳帕奇克抱摔倒地 其后继续以连续中拳将纳帕奇克逼到了围生角落暴打 第三回合开始后,邱建良以连续中拳再次中击对手的面部 抓住机会,再次将纳帕奇克压在围生边缘以连续中拳中击 二者搭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邱建良以硬实力赢下了比赛 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,邱建良毫不畏惧 并善于改变战术将对手彻底打服 不愧是中国自由国籍第一人 对于这场比赛,你们有什么看法吗? 欢迎评论